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最近中国大陆民众在美国白宫网站上发出各种请愿的帖子 告洋状 引起全球关注 美国官方还没有就此正式的表态 但是中共的警察已经开始行动 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美国白宫的公民请愿网站上发出请愿帖的新浪网友 要求投票反对彭州的实话项目 却被警察请去喝茶 警方要求他删除在白宫网站上的请愿 因为白宫网站发出的请愿是不容删除的 那么这名网友在微博发帖球员 有人写回复说 看来得再发一个声明前头哪一个作废 但是这些文字只在网上待了两天就被失踪了 新浪微博上因为政治敏感而被中共当局审查和删除的部分微博内容 已被香港大学开发的一种数据库软件成功恢复 并被翻译成为英文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的报道 这个被称为微博视野的软件能够主动监测新浪微博上被审查和删除的部分微博内容 微博视野项目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在2011年启动 并开始研发至今为止已经恢复了被删除的大约是两亿个微博帖子 由数据新闻专业的学生所组成的研究小组还开发了一个搜索引擎 使被恢复的一些微博在被翻译成英文后可以在线搜索 5月12号广东汕尾陆丰市乔冲镇圣德辽村发生枪击案 村长请来一百多个不明身份的人拿着十几支猎枪血洗村庄 14名村民被枪击伤 年龄最大的66岁最小的才有11岁 其中有一名13岁的孩子头部肺部心脏 颈部和脸上都中枪生命垂危 还有一名村民的腿上被打中了近300颗弹珠 据村民介绍事件是因为征地分配不公而引起 村民质疑村长多报人口侵占较多的征地赔偿 而上门追讨 村长于是就请黑社会来进行报复 好 观众朋友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